那我们今天非常高兴 能和政府一起来 去跟大家分享一下 插序格局开用文化的这个碰撞 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啊 我是我叫江宁 我是阿发奇软软金会 2022年的董事 也是阿发奇软软金会 复华器的导师 同时呢也是LC北京的发起人 同时呢我在这个华为 看人的观众心 任技术专家的这个职位 然后我在2012年到2015年的时候 是红帽软件的首席软件工程师 大家好 我是李正虎 目前是北京大学的 再度硕士研究生 很感兴趣 开源软件社区的 经济和组织行为 目前正在同时 相关的学术研究 今天我们话题的话呢 主要会从四个方面来 给大家介绍 首先我们会介绍一下 这个开源这个 波莱品的这个由来 以及它相关的一些背景 另外的话呢 会从公司文化冲突的 这个角度上来去 给大家做一些相关的 一些背景的介绍 以及我们的一些思考 另外的话呢 我觉得就是也在这 特别想给各位的这个 开发人员去推荐一下 这个相助中国这本书 因为里面讲的很多很多 特别是这种 插序格局的这个描述 对我们深刻的去理解 中国文化与这个 中国的传统文化 与开源之间的这个 冲突啊关系啊 会有很大的帮助 然后最后的话呢 也有个tech way啊 就是相当于我们可以用 善推的这种办法来去 解决我们现在的一个问题 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要讲讲这个 开源的这个背景 开源一词的这个提出呢 可以追溯到 这个开源软件促进会 它定义了 就OSI定义了OSD 就是给开源软件 下了一个定义 就开源软件 其实是要遵循 有十个原则 然后如果满足 这十个原则的这种 这种开源软件 它就可以被认为是开源软件 开源软件 可以再往上追溯的话呢 其实是可以追溯到 这个自由软件 自由软件 其实定义了 用户可以自由的运行 拷贝 分发 学习 修改 软件的这个权利 然后我们这边可以看到 就GNU这个项目和这个自由软件 基金会 然后在自由软件之上呢 可以上述到这个黑客社区的 这个传统 那什么是黑客呢 黑客这个词是源于 60年代MIT的一个学生俱乐部 当时呢 他们将快速解决问题的这种方式呢 叫做Hack 解决问题的这个过程呢 叫做Hacking 然后解决问题的这个人呢 叫Hacker 就我们直接就把它翻译过来 就是黑客 但这个黑客不是做破坏的 他们呢 其实是计算机革命的这个英雄 是数字世界的这个创作者 可以说没有黑客 电子邮件 英特网 和我们现在用的这种万卫网 是不可能得到普及的 说到黑客的话呢 实际上我们就得提 就不能不提这个黑客伦理 这本书啊 我觉得这个伦理和我们 这边讲的这个文化的话 它是有很密切的这个关键关系 就指导大家的这种 日常的这种工作学习 那在自由软件和开源软件的 运动的这个本质呢 其实就是黑客发起了一场 信息的技术革命的运动 然后研究这个黑客伦理呢 能够让我们更好的理解 开源文化背后产生的 这个底层逻辑 然后黑客呢 他们其实崇尚的是 工作是自由和激情的融合 在真正在做工作的时候 实际上他也在强调 这个社会价值和我们的 这个开放性为目标 其实在同时呢 他也在提倡 言论自由和个人隐私的 这个保护 黑客在遵循这些原则 然后将这个构建 数字世界的基石 我们的这个代码 免费的开放出来 然后依托于互联网 建立起了一套 开放式写作的这种规范 在开源世界中呢 黑客通过自己的这个不懈的努力 通过开源构建起了数字世界的路和桥 在这里大家可以免费的享用这个数字基建 也就是我们的开源软件的代码 但在这个过程中呢 就是我们其实还是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 物力 然后结合到自己的这个需求来做相应的定制 在我看来呢 这个好的这个开源软件呢 其实并不是说是一开始就能设计出来 其实是靠大家的这种协同啊 就是生产者消费者之间的一个很密切的 协同沟通 是慢慢打磨出来的 因此呢 在这个开源软件的迭代过程中呢 其实是需要处理好 就是大家免费享用 和我个人这种投入 是否有直接的这个回报 之间的这种关系 可以把它看成是在开源隐形下 如何来处理公司的这个关系 其实这里面有个比较有意思的例子 就是实际上我们现在很多大部分的人 实际上是可以在互联网上面 去下载这些免费的开源软件 其实它虽然它免费 但实际上里面就是这些软件 在具体的使用支持维护的过程中 其实还是会有大量的人力无理的这个投入 只不过说我们在开源世界里面的话呢 其实少有的需要去签那种很好的那种contract 在这个层面上面就是少了一些金钱的这种交换 那怎么来去推动这些软件可持续的这个发展 其实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 这也是我之前跟政府这边 其实我们也经常交流的一块问题 其实我大概也做了一下总结 其实在开源世界里面呢 其实还是有对应的解决方案 就是如果大家要去比较好的去用好这些开源软件 实际上我们也是有底线的 就是要做一个良好的开源世界的公民 我们要遵守一些规则 了解大家是怎么相互协作的 我觉得这个协作基石 其实就是开源软件的license 其实这种定义了开源软件使用者的这个权利和义务 通过这种契约的方式来规范大家的这种行为 然后呢 在这个开源软件开发的过程中 其实更大程度上是依托于社群 就我们也这样提到的community和共同体 把这个开发者和用户能够连接在一起 然后做多方位的这种协作 然后共同推进项目的这个进展 然后共享 这个我们写作的这个成果 其实这个时候公和私其实就没有特别明显的那个界限了 另外一个层面上面其实是要吸纳更多人进来的话 那我们其实是需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可能要去放开 就是让更多的人能够参与进来 主要其实也是通过这种透明公开的方式 在社群身边来进行协作 在这里面其实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原则 就是maritocracy 我们把它翻译成任人威胁 就是让这个有能力的人来去脱颖而出 这个跟我们传统的这个文化 其实还是会有一些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其实我们在后面可能也会有所设计 然后最后的话呢 就是因为因为我们融入了一个更大的一个一个世界吧 就是所有的项目的参与者都有一个共同利益的一个支撑 就是站在共同体的这个角度上面 都是为了为了共同体的这个发展而考虑 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的一些思可能就会发生一些转变 在这个过程中 就是大家会用这种共识的方式 而不是说某一个人来去做决断的这种方式 来去推进就是大家的一个认同感 我觉得在这个层面上面就是其实也体现了 就是看远世界怎么来去解决共和思的这个问题 但在具体的实施的过程中 还是有一些有些不太好的一些地方 就是我们可以发现有些随都不服的一些现象 看远已经变成一个很热的词 然后大家在学习看远运动的过程中 就是虽然我们可以照搬基金会 或者浮发器的这种模式 但是在很多场头 就是我们还是会自觉不自觉的受到这个本土文化的一些影响 这个在我回顾最近这段时间 就是参与项目的复化过程中 其实就会发现有这样的这个问题 然后我们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 其实往往靠的是关系 而不是说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些契约 另外的话呢 就是在这种传统的这种蜀文社会里面 大家的协作王是靠这种冲动复杂的这个关系来形成的 在这一块呢 就和我们就是常见的这种互联网形成的这种弱关系 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冲突 就是我们怎么来去来去跨越 或者我们怎么来去适应 就是现在快速发展的 由于这个信息技术的这个推进 其实我们可能有很多人 其实从来都没有见过面 但是我们可以来一同写说 这个其实这个冲突还是蛮大的 然后在传统的这个中国文化这块的话 成绩观念又比较重 很多事情你可能是要靠找领导才能解决的 这种这种方式 这个和我们这个自由组合的这个社群文化 产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冲突 另外的话呢 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式的这种开源呢 特别会强调控制 这就带来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同志的这种竞争特别特别的严重 我们很难看到就是大厂之间能够能够坐下来 一起来去为了解决共同的问题 一起来去做一个项目 这个是在国内的这种开源社区里面 其实是很难见到的 然后的话呢 还有一块就是在开源运营和推广的过程中 往往能看到就是大家都在使用一个 比较简单的一个激励方式 可能就是物质激励 没有真正的依托于社区的这种方式 来去提升我们的就是大家的这种认同感 或者这种项目的这种距离 因为这块要做的话 其实也是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做这块的事情 反正中上的话呢 这就是我在不管是在公司内部去推跟开源相关的内缘 遇到了一些问题 就是我这十多年观察到的就国内的开源的这个现象 其实我们遇到了还是还是有很多随途不符的这个现象 其实这块的话呢可能就是要交给真虎了 包括不管是我和嘉宁老师的一些观察 还是我们的一些交流 然后其实相信大家也能够感觉得到开源它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形象 它同时也是很深入的嵌入在我们的一个社会和文化背景当中 然后这里其实是引用了李先生老师的一小段话 文化毫无疑问是拥抱和发展开源的必要 作为一种人类协助的典范 开源是有其独特的发展路径的 我们其实在实践中遇到这些随途不符的现象和问题 某种程度上可能折射了我们需要更多角度的来认识开源到底是怎样运行的 然后我们今天其实是做了一个跨界的一个小尝试 希望能够从文化这个维度入手来带大家发掘一下开源世界运行的一些底层逻辑 然后这里的话其实是希望给大家推荐一本小书 这里的话其实希望给大家推荐一本小书 相处中国 相处中国是老一辈的社会学家费孝通 在1947年创作了一本小书 书很不好只有100多页 然后也没有什么深色的概念 但却被公认是一部人文社科的经典 拍片的第一句话就是说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相处性的 从民国到现在半个多世纪过去了 不管是政策制定也好 还是说教育和一些学术研究 我们依然是把相处本色作为分析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起点 这里举个例子 从2004年到2022年 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有关农业农村农民物理的政策和意见 然后相处中国这本小书当然也被选进了高中生的必读书物 所以说我们其实能够看到文化的力量是持久和润无戏无声的 直到今天我们在谈论开源共同体的建设 为什么会在国内遇到这么多不和谐的地方 怎样去认读去认识开源软件事件和中国乡土社会本色之间的差异 我们仍然可以从这本书里面获得宏多灵感 开源共同体里边的这些 嘉林老师之前提到的上有优先竞争与合作 这些都是很时髦的问题 民国的时候那个费孝通先生当然也没有听说过什么叫开源软件 但是透过现象看本质 问题的内核其实并不新鲜的一个公与私的观点之间的张力 然后这和费孝通写作差距格局 这一节的意图是相通的 很有很有很有意思的是就是民国的时候有梁树民和叶阳出一批专注乡村建设运动知识分子 他们认为中国农村之所以极贫极弱 很重要的原因是私 然后费孝通很有共鸣 他是苏州人 所以说在这一章节开头就拿很多文人默克喜欢的小茶流水举例子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他能够感受得到 苏州城里的水稻其实最脏的乱排生活污水 也不必管别人家的是不是要在河里边来洗衣洗菜 旧起源由费孝通认为是一个公私观念的问题是然 然后以小见大 费孝通认为其实抱这种态度的并不只是乡下人 所谓的城里人何尝不是如此 以至于说中国社会从上到下似乎没有不害这个毛病的 所以我们不能把乡土中国简单当作一本描述中国乡村的小词子 它实际上是对整个中国社会的一个分析 然后今天重读乡土中国 我们甚至能够说某种程度上能够从苏州河的小故事里看到 开源社区里常见的搭便车等等问题的影子 然后这里的话想要给大家介绍一个概念 就是差距格局的概念 如果说我们把人们如何理解公私观念当作是观念上的东西 那么这种思维的背后一定是有它的底层我记得 是有结构性的因素 作为它的一个支撑 差距格局就是费孝通提炼出来的更为基本性的一个概念 费孝通就认为说中国人和其他社会成员的关系 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 然后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 每个人都是他社会所影响的 把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 被圈子的波纹所推积的就会发生联系 但凡我们在中国社会有个比较长久的生活经验 我们其实就不会对圈子这个概念感到陌生 但是我们其实不能把它给庸俗的理解成 拉帮结派的高关系 它是一个某种程度上可以说 它是对社会结构的一个高度抽象 而不涉及一个对具体个人的一个道德比较 在费孝通看来 中国社会就是有无数个大大小小的水波纹一样的圈子 联合而成的 我们每个人都处于自身为中心的关系网络当中 由内向外 由轻到处 就像水的波纹会越推越远 越推越薄 古人把水的波纹写入了轮 在世民等古书里 他的意思是轮 轮演 水文相似 有轮理演 水文的轮和人文的轮 都表示条理 类别和秩序的意思 所以说差距格局的概念 其实有很深的儒家思想的渊源 所谓差距 实际上是人和人的往来所构成的刚迹 也就是所谓轮理的轮 为了方便理解 差距格局 怎样塑造公司观念 我们可以从两个侧面 比较粗糙的进行概括 第一就是刚才白胡强调过了 所谓的差别和等级化的道德观念 用废效空的话来说就是轮重在分比 不施其轮就是在别父子远近亲疏 是有轮是有差等的秩序 第二个其实和我们今天的话题更加密切的 就是说你之内在贯通的 不予深缩自我主义 这些自我主义是用特殊的思维方式 就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 所发生的波纹 总是一个同行员 我们的格局实际上是以己为中心的 但这又不是西方个人 西方意义上的个人主义 因为己是一个富有伸缩性的概念 达则兼其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 如这家思想讲求的一个推提及人 就是要说从处于同心员原心的己 左手一点一点向外推 如果能够做到 己于理而于人 己于达而达人 也就称得上是君子 因此也就是说 在差距格局下 物于伸缩的社会圈子 使得我们的公与私的界限是暧昧不清的 或者说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公私观念 群己的界限都是相对的 所以费孝通说一旦明白了这个能伸 能放能收 能伸能缩的社会范围 我们就可以明白中国传统社会中私的问题了 就像传统社会中最大的公 也不过是皇帝之家 而当有人牺牲国家 为他的小团体谋利益 争权利是他也是为了公 为了小团体的公 国内有一些研究 其实为我们做了一些很好的总结 其实也是相当于 对于一些公私观念的体验 然后我们能够感觉得到 费孝通写作《相处中国》背后是有一个很强的中心 比较的意图的 他说的很清楚 所谓的私的问题 却是一个群体人我界限怎样画法的问题 然后我们传统的画法 显然是和西洋的画法是不同的 除了用插序格局分析整体性的中国传统社会 还提出了与之对照的团体格局的概念 用来描述欧美社会的基本结构 开源软质是去共同体 或者说开源共同体 前面江林老师也介绍过 它是从欧美社会活来的一种组织形态 它不可避免的带有西方社会的文化印记 因此具体到公私观念上 我们仍然可以从费孝通有关团体格局的分析中 获得一些启发 团体格局就像是我们去田里捆柴 几根稻草就可以竖成一把 几把就可以竖成一捆 几捆就可以竖成一条 如果说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单位 是以己为中心推开的同心园 那么西方社会就是由每一根柴所捆成的团体 夹缝而成当 不同于团体插序格局里的水波纹 暧昧模糊 富有伸缩性的边界 捆柴一样的格局意味着每一根柴 在整个条里都属于那种捆柴 每一根柴就会找到同把同扎同捆的柴 分扎得清楚不会乱 这就意味着团体是有一立严格的界限 谁是团体里的人 谁是团体外的人 不能模糊 一定要分得清楚 在这样的社会中 相伴产生的是一种严格的 个人主义的思维方式 它不像我们这边就是可大可小 能生能缩的自我 或者说是己 倚重于团体的个人 其实是缺少团性的 不仅每个个体之间有很清晰的边界 并且个人和团体之间的权利和义务 也要分得清晰去除除 就在这里 我们才能看到真正意义上的 公与私的界限存在 用捆柴来形容的团体格局 其实有另外一层含义 水波纹由内向外越推越远 越推越包 人有亲属远近 而像捆柴一档团体中 柴火和柴火之间其实没有位格上的差别 除了说凌驾于众人之上的团体之外 团体中的各个分子的地位都是平等的 并且正正因为人人平等 所以说团体并不需要一圈子一样 依赖于差异化和等级化的道德观念来维系 支撑其组织的是普遍的宪法观念 西方社会或者团体格局 正是在团体内部 人人平等的契约的基础上 建立起来公共的秩序 差距和团体格局 都是对中西方社会的一个抽象 其实这块的话 我觉得刚刚政府其实跟我们就传递了 就是普及了很多的概念 就我们把它稍微转换一下 就我们在差距和团体里面提到的这种 就是移籍推远的这个关系的这个过程中 我们其实经常会听到一个概念叫自己人 其实如果把它看成自己人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是不会有太多这种个人的那种私的这种存在了 而是以一种就是相对来说我们是一个小团体的这种这种结果 那在在这个层面上面 其实我觉得我觉得可能可能大家就会有一些具体的一些印象 然后另外的话呢 我们可能也需要就是会看一下 就是我们的开源共同体 因为前面有了那些概念 就是我们的团体格局这个概念之后 其实这样来反抗的话 其实就是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的开源共同体 更多的是一种这种团体格局下形成的东西 主流这个开源文化的话呢 其实也一直就强调的是一种 相当于是一个平等的一个观念吧 但是呢我们在这个观念下面 其实是需要有很明确的这个契约精神的 在这里面可以看到 就是我们在开源软件这边会有这个许可证 这个license 我相信其实大部分的这个开源里面 其实很少有人仔细去读这些license 但这里面其实在这个开源license里面 其实是详细的规定了 我们作为这个使用方的话 就开源软件使用方的话 我们所享有的权利和义务 但大部分时候 大家如果只是说我把这个圆码就获得了 我可以为所欲为的做修改啊 做发行的话 这个其实是有一定的这个问题的 然后的话呢 就是在这个开源社群里面的话呢 实际上我们也在做大量的这种群制啊 就是大家相互之间的一种协同 其实在协同这个基础上 实际上是需要有一定的这种规则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无论是这个软件许可 还是这种社群的治理相关的这种行为的这种规范 以及后面我们其实提到这个贡献者协议 就是也是我要加入到这个团体 我可能需要去做的一些承诺 比如我提交的这个代码 我是自己要拥有版权的 而不是说去引入了一些有其他风险的一些问题 就是我们在提交代码的时候 如果没有就是签订这样的这种契约或者这种 也可以把它看成是类似于像合同一样的 去以合同的这种方式来去遵守的话 那我们这个这个圈子可能就 我们的这种开访工程体系 可能就没有办法正常的维护下去 因为你有可能会出现一些触犯法律的一些问题 或者触犯一些知识产权相关的这些问题 另外的话呢 就是在这种团体格局下面 大家可能会更看重的是一种社群的建设 所以在这个阿卡奇基金会 一直都在强调就是community worker 就是这个社群的利益 其实更大程度上是要比我们这个代码的收容权 可能要更重要一些 因为代码的话 你可能是一两个人写出来的 但是你要想让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其中的话 实际上这一两个人的权威性 其实是相对来说是要受到一定的限制 这样才能让更多的人能够更好的加入其中 然后把它视为是自己的一个东西 反正现在也是我最近的一个新的一个理解 就是实际上我们现在的 就这个自我主义和这个团体格局 其实是有些时候也有一些相通 我们可能可以用 就是刚才政府那边提到的 用推的这种方式来去做一个衔接 然后在公开这个环境下呢 我们其实更强调的是基于共识决策的这种体系 其实是要把大家都要融入到这个community里面 而不是说有一两个人说了算 在我辅导这个项目的这个过程中 其实我们大量的这个中国项目 其实是存在于有创始人情节的 如果创始人没有真正想清楚 或者就是他把这个代码的控制权 然后控制在自己手上的话 实际上他这个项目的这个社群 其实是很难发展下去的 因为我觉得如果这个创始人哪天 因为其他的事情离开这个项目的话 这个项目就很容易就死掉了 但在阿巴奇软人金会 我们其实更强调的是说 你要构建一个健康的这个社群 然后让更多人能够融入其中 其实这个ownership 就是我们所谓的这种所有权 其实是要以一个共享的一种方式 我们其实是让大家要站在 团体格局的这个情形下去 以一个就是以相应的这种行为守则 这种契约的这种方式来 去规范单单的行为 同时以一个比较平等的一个方式来去推进 所以呢就是我觉得这个像中国这本书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思考的一个工具 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就是 差异到其中 对然后其实说下来就是开源这共同体 或者说开源共同体 它作为一个不来品 它的各项组织设计和制度安排 实际上是某种程度上可以讲是一张西方个人主流的思路来进行的 是在团体格局下做的一些尝试 当开源文化撞上我们本土的差距格局以后 实际上也可以看各种团体格局和差距格局 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的一种碰撞 这是给我们运营本土的开源共同体的方法论 带来一个很合适逻辑的推导 我们能够基于两种不同格局的差异 两种思维模式对于公司观念的不同理解 找到一种本土化的开源运营之道 PPT上的图表为公司关系以上的个人主义和自我主义做了一个简单的小结 如果说我们目前阅读到的一些方法论手册 是在沿着个人主义的底层逻辑 基于这种严格的公与私的基线划分 在讨论怎样做好社区的顶层设计 那么我们不妨可以按照自我主义的思维习乱 聚焦于一个善推的推 各级复理推级级人走出一条通路 说到这个推的话 实际上就是把善推用好的话 就可以丰富我们的工具项 这里面其实有个很重要的一个思路 就是把大家变成自己的 但是这个变化的过程中 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可以跟大家商榷的一些内容 第一个的话呢 就是我们可能一个更重要的是说 让大家要习惯在公众的这个环境下面 来去积累自己的这个影响力的这种意识 就是在这样可以帮助我们去跨越这个传统的这种熟人文化的这种障碍 因为很多时候大家会觉得我们如果没有 没有人来去做介绍啊 或者没有相应的一些 关系的一些 或相关人的一些推荐的话 我们可能是容不到这个圈子里面的 但是实际上我们前面也提到了 这个 这个我们提到的我们提到的那个团体格局的话 其实是不需要大家有很密切的这种啊 私人关系的 那那那在这个层面上面 其实你更多的是要习惯在公众的场合上面去 去表现自己去让自己的这个影响力能够比较好的这个能积累起来 然后因为在公众场合里面呢 就是多为这种开源的项目来不到 就来做宣传 然后帮助年轻人 帮助年轻人 然后帮助这些项目的 就是帮助这些可能是一些被孵化的这种项目 然后我们去 去 去 去帮助他们来解决问题 这样其实是可以不断的积累我们的这个影响力 因为社群呢 是由一个一个的这个人所组成的 然后这些人其实是相互连接在一起的 如果呢 我们能依托本土的这种圈子文化的这种特点 其实是可以很快的 就是建立起这种连接 以我们就是 以我这边发起了 Local Community北京为例的话 实际上就是依托于本土 就是我们已经建立起来的 已经发展起来的这些阿华奇的项目 其实打造的这种输人券 其实在打造的 在这个基础之上来打造的一个阿华奇的一个本地的一个社群组组 依托于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些共同的一些目标 其实不管是宣传我们的项目 还是我们一起来去做这次的这个阿华奇康 其实大家都是围绕这个共同的这个目标 然后能够相互交流 工作 就是来去帮助大家去解决项目中遇到的这些问题 然后通过定期的这种活动 然后拉近大家之间的相互的距离 然后同时我们也在不断的培养年轻的一代 然后更多的这些本土的这些项目 能够更好的就是能够交流起来 能够更好的能够相互协作起来 也自然而然的就是就跟前面 就是项目中过提到的 就是这样我们其实是可以用一条纽带 就是共同的这个目标 然后以我们已经搭建起来的这种圈子 然后把大家捆绑在一起 然后去做更大的这个事情 然后自我主义这个里面 我们刚才也提到了 就是把大家变成自己人这个概念 实际上是很容易能够理解的 而且呢 这个自己人其实就是 里面建立的一个基础 就是一个相互的这种信任 这种信任的建立呢 其实是需要按照这个本土的这个特点 其实我们是需要有一些牵引 就是说让这个引路人变成 自己人这个催化界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 一个思路啊 就是引路人可以站在这个过来人的角度上面 以一个比较低的这种交互成本 来去获得最大的这种信任 那在这个层面上面可以很好的去推进 就是各个各个这个圈子的这种融合 然后的话呢 我们以一个共同的一个理念来去推动大家 来去做一些事情 经过多次的这种交互啊协助啊 自然而然这种信任就可以就可以更好的建立起来 最后呢 其实也是因为在开源社区中存在着这种大量的 这种非正式的这种辅导机制啊 这样其实可以帮助我们的这个新人快速成长 这种师傅关系可能跟我们以前的这种传统的这种 师傅带途地要花五年十年的这种情况是不太一样的 其实也是在这种若的这种关系的过程中 因为通过互联网 其实我们的很多交互记录 其实都是可以看得到的 就是这种辅导其实是有很大的这种传播的这个效应 在这个基础上其实是可以很好的 就是让大家其实是变成同 或者同化成一个自己的 这样的话呢 我们在不管是在国内在做不到推广啊 还是就是我们在发展我们的这个社区的话 都会有很大很大的这个帮助 最后的话呢 可能就是我觉得这也是跟那个生活这边去讨论出来的一个 一个小总结吧 就是不忘初心的话呢 就是我们在开源社区的这个本土运营之道呢 就是也不要太本不导致啊 就是我们虽然是在建立啊 中国这种人经社会的特殊交往的这个习惯啊 但最终还是要服务于我们要建立良好的这个开源生产 就是搞圈子的这个不是拉帮接派 其实最主要的是还是要啊 就是回归到我们就是做开源的一个初心 就是要生产更好的这种开源软件 然后通过社群协作的这种方式来去啊 开发更有价值的这个软件 这门清源就是差距格局只是万千理论的一种啊 不能这个偏听偏信啊 博来的这种开源啊 有自身的这个发展面团和历史啊 我们要尊重它的这个文化特质啊 我们需要继续挖掘和普及自由和开源软件这个运动的这个历史 然后从中外成功的这个案例继续提炼我们的方法论啊 只有这样的话呢 我们才能更好的把我们这个开源的这个事业在国内啊 更好的推广下去 然后我们今天的分享差不多就到这儿 然后非常感谢啊 就是各位的宁静 然后如果啊 有相应的想法的话呢 可以通过啊 下面的这个邮箱来跟我们联系啊 就是也非常期望能得到大家的反馈 好 我们今天的啊 演讲也就到此结束了啊 谢谢各位的这个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